为什么你炒的牛肉总是又老又柴咬不动 炒牛肉啊,一定要记住两放两不放诀窍 大家好,我是抄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蒜子烧牛肉 鲜鲜滑嫩,下酒又下饭 首先准备21斤的牛肉和蒜子 牛肉要选用牛里脊,上脑,黄瓜条部位 先把牛肉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厚片 再切成长条,改刀成,筛子大小的小丁 全部切好以后,放入大碗中,重点来了 腌牛肉,切记不要放盐和料酒 放盐,牛肉不嫩,放料酒掩盖牛肉的鲜味 放入一点葱姜水代替料酒 半小勺白糖代替盐 这两种食材不仅可以去腥,还可以使牛肉更加鲜嫩 黑胡椒粉一定要多放一点 放入一小勺蚝油,少许老抽增加底色 用我们发财的小手抓板均匀,使牛肉 吸收水分和味道 在这里,要想使牛肉跟豆腐一样嫩 再放入一颗小苏打 这也是酒店大厨都在用 不外传的诀窍 放入一点干淀粉,锁住牛肉的水分 抓拌均匀以后,再放少许植物油 双层锁水,腌制20分钟 这样腌制的牛肉 在家也能做出酒店的口感和味道 准备好的大蒜,清洗干净 把根部去掉,全部切好以后 放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再多一个零魂料汁 以300克牛肉为例 放入一勺生抽,半勺老抽 一勺蚝油,半勺白糖 半勺黑胡椒粉,半小勺淀粉 再放入三勺葱姜水 或者长姜水 用料汁,把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材料全部备好 接下来,开始制作 起锅,锅烧空气 烧至毛烟以后 放少许油 先用油,润变过得全身 油温四五成热 放入腌好的牛肉 牛肉下锅以后 先不要着急翻动 让它冷静三五秒钟 随后,再用铲子翻动 全程开大火煎制 把牛肉煎至变色 很多朋友炒牛肉时 总怕炒不熟 炒的时间太久 其实那样就错了 炒太久,牛肉会出水 适得起反 做出来就不会很嫩 跟西餐煎牛排道理是一样的 牛肉变色 七八成熟 捞出控油备用 锅留底油 放入蒜子煎出香味 大蒜煎至表皮起虎皮 放入炒好的牛肉粒 开大火翻炒个三四五六下 炒香炒出锅气 然后放入刚才 炒好的料汁 继续大火把料汁烧至粘稠 料汁经过高温烹制 会包裹着食材 这样吃起来会更有滋味 就这样 一到大酒店 卖八十八的蒜子烧牛肉 就做好了 自己做成本不超过二十块 蒜香浓郁 鲜香滑嫩 下酒又下饭 学会的朋友们 点赞收藏 分享一下 再麻再累 记得按时吃饭 下期视频见 拜拜